顾客联谊排队 奔跑进场 钻卷联盟 为抢衣大打出手 把模特身上样衣 6月3日 优衣库与COS联名潮流服装正式发售 顾客在全国各地上运的抢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中心社记者于6月4日下午在位于上海市闽航区的一家优衣库门店看到 店内关于COS的热门款联名T恤的成人款已全部售罄 仅剩一部分同装系列 之前抢空的货架则由店员放置了其他联名IP产品进行补缺 据店内的工作人员透露 次日门店将进行补货 但具体数量和款式并不知晓 事实上 优衣库一直以来就十分热衷于IP联名款的产品营销 尽管之前的漫威 迪士尼等系列也颇受消费者青睐 但此次与COS的联名发售所形成的巨大抢购浪潮着实震撼 上游财经专家顾问张翰对记者表示 此次优衣库的疯抢事件有点类似于星巴克的一个事件性营销 或者是纯粹的一个事件消费现象 但它其实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IP经济的全面崛起 对于IP经济的角度来说 此次的一次相当于网红事件吧 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事件性营销 它将优衣库对于爆款的制造能力 对于IP经济的打造能力 它寻找到一个IP之后 如何将这个IP迅速场景化并且赋能 而且借助这个IP的粉丝 从而形成了巨大的粉丝经济和粉丝效应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IP联合影响 有益库与COS从2016年就开始合作 目前已联名发售六次 此前的销售额也一直比较可观 但同样是T恤配饰或公仔的常规配置的联名发售 在此次引爆疯强现象 与COS此前和顶级时装品牌Dior联名合作不无关系 两者形成的巨大价格被差 也让许多此前对联名款观望的粉丝 又重燃起了购买欲望 比如说他两个月之前 他跟Dior的那款短袖 那款短袖的话要三千多吧 我记得 但是你看这个 他这次跟UIKO联名就很大众化 对吧 大家都能买 对吧 而且他这个图案也 就是他这个图案就很卡罗斯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很宽智人口吧 大家可能都喜欢 所以他明天补货 我肯定是会来的 同时 UIKO在发售前有一则宣布消息 春此次将会是 UIKO的最后一次联名合作系列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加剧了其稀缺效应 它的核心爆点是引爆了 整体大家对于稀缺性属性的需求 让粉丝 由一个传统的粉丝经济 转变成为一个全面的IP经济 所以这是整个优异库联合营销的核心关键点 针对以年轻人为主力军的抢购群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小文表示 这代表了一种新时代的年轻消费特征 针对此次和COS合作最后一期的货源倍量 由一股方面表示该系列上市数量属商业信息不便透露 而之后公司方面也将汇总各市场状况 并根据具体需求制定下一步计划